哈喽 朋友们早上好 大家新年快乐 现在我到山上去挖冬笋 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我带了一个大麻袋啊 看能不能把它装满了 朋友们 我已经到竹林这里了 这片竹林还算茂密 但是已经被他们挖过了 大家看一下地上面 哎呀 都被翻了一个遍 不过来都来了 也要找一下碰碰运气 刚才在下面那片竹林 一个笋子都没有看到 都被人家挖了个遍 我就准备放一个林子 在路上碰到这棵 长的香菇的枯树 还没长大 过几天我们再过来看吧 长了好多 小小的 看上面的也有 一直长到上面了 我们过几天再过来看吧 先去挖笋子去 本来我是想到山上挖笋子 笋子没挖到 我就到山上来钻一下 看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山上 原始森林一样 在前面我发现了一棵 长了木耳的枯树 我过去看一下 就是下面 那棵树有点大的树 太高了 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那最上面的长了好多 现在 到下面去看一下能不能拿到 我去这么高 拿不到了 哎呦可惜了 这个树太大又太高了 根本就爬不上去 哎算了 现在我又到了另外一片竹林 看看这里有没有被人挖过 好像没有人被被人动过的迹象 那我们就开挖吧 哎呀终于开张了 哇这个比较大了 第一个守候 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哎哎哎哎哎 哇这边还有一个 放过胎 哇这个也大 可以可以 还是要到没有人挖过的地方 才有收获 漂亮的 嘿嘿嘿嘿 哎哎呀 哎呦这么大 上班君的 这个也差不多 两个可以吧 朋友们 又有花线 又有收获 哇 都是这么大的 这个好像更大了 都是圆鼓鼓的 还好还好 这个也算大的 又发现一个 反正没多大的 大的还是小的 把猪头来挖吧 有两个 可以吧 这个没多大的 这么小一个 还有一个 浪费鱼结在下面了 哈哈 又收获一个 咦 又发现一个 哇 这个有点大了 哇 这个有点大了 准备回家去了 看我今天挖到了这么多冬笋 长到败子我们就回家去了 已经来到堂上 大半天了 好多什么 像芝麻一样的 应该是 虫卵的什么 哎呀 准备回家去了 雨格的技术 雨格的技术还是不行的 雨格的技术还是不行的 买了半天了 还滑到了 十多个 没多大的 咦 好像是蓝花呢 给大家看一下吧 好大一颗 真的好大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哦 那边还有 这边上一路上去都有 长了好多啊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认识的 在评论区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那边还有 都是这种来吧 哇 这里两颗 上面有一颗 那边还有一颗 哇 上面还有 都是啊 就是这个蓝花值钱的话 雨格就发财了 哈哈 都是 都是这个品种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不认识 走了 先回家去了